槟城大山脚市区拥有一百一十六年历史的老字号陶瓷器店新荣星 因为几次遭贼生意变差没有接班人等因素 在上个月悄悄熄灯 同时也不会再开放给游客入店参观 曾霍威省市政厅颁发遗产建筑物证书的新荣星 坐落在市区拿督雨水轻路占前老店屋 在解业前也是大山脚遗产旅游的热门地点之一 近年来很多外地自助游客喜欢在店外招牌前打卡留念 也有导游带领游客入店参观 不过随着这间承载了大山脚数代人回忆的老店走入历史 游客再也没有机会进入这间百年传统陶瓷器老店参观 93岁高龄的老业者张德成和85岁妻子冯秀兰接受访问时说 随着时代转移陶瓷器行业逐渐被淘汰 早前开放给游客及公众入店参观时也带动不了生意 加上孩子担心他们的安全 年事已高的夫妇两人也同意是时候该结束生意 新荣新是由张德成从中国广东省潮州南来的祖父 于1907年创立 第三代传人张德成在20岁那年接手 至今已经有70多年 而在柔佛巴珠巴霞当地最年轻的一名生命礼仪师 日前欢庆18岁生日时被一般兄弟恶搞 不仅把他五花大榜台上货卡游街示众 还安排五龙五个财神爷及三个殿英三太子住心 让他在众目睽睽下被脱掉上衣 直接接受砸蛋糕种草莓的厚礼 从事殿葬服务业的沈俊赵在本月22号欢庆18岁生日 当晚有超过20名兄弟 约他到八珠巴霞富贵城一间夜店喝酒庆生 起料抵达现场后就被兄弟们五花大榜送上惊喜大礼 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 沈俊赵是在疫情期间加入殿葬服务业 目前是八珠巴霞最年轻的00后生命理医师